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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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歡迎各位爸爸媽媽收睇媽保天地 我是今日媽保天地的節目主持人 杜秋霞,Vivian 近幾年社會都出現了一個名詞 大部份的香港小朋友叫港鞋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關於港鞋這個問題請教一下 今天的嘉賓Benny 你好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 其實港鞋這個詞語是何時開始的? 其實港鞋這個詞語 近幾年就會比較流行 港鞋這個詞語其實是來自一本書 最近都大賣的 這本書其實是說了90年代出生的小朋友 他們其實有些特色 這些特色就是這本書中說了出來的 其實最主要他們有三低的特色 就是低EQ、低AQ 和自理能力都比較低 其實你自己認同嗎? 其實認同的 因為其實我看回我身邊的小朋友 和我自己在學校裡遇到一些學生 其實都會發覺到他們都挺三低的 例如他們的自理能力真的比較低 例如收拾包 他們不太懂得收拾 綁鞋帶 不懂得綁 扣扭 甚至洗頭 很簡單的東西他們都不太懂 除了自理能力之外 還有AQ 他們的抗疫能力 當他們玩遊戲的時候 一遇到輸了的時候 他們就會不服輸 甚至可能會罵人 你這樣嗎? 其實我們看到都很有趣 覺得很好笑 除了之外就是他們的EQ 經常發脾氣 有時候他們都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覺得其實在近幾年裡 我會看到特別多小朋友 會有這些現象出現 還有其實近幾年都會多了一些節目 提及這類型小朋友的問題 好像你說洗頭 不懂得洗頭 之前是聽過一個小鹿的學生 因為他之前一直都是外傭姐姐 照顧他 幫他洗頭 是 他竟然到小學六年級 都不懂自己洗頭 其實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兒子今年讀三年級 他都不懂得洗頭 他拿著花灑 就這樣淋完就算了 然後出來的頭 你會發現 是一邊濕一邊乾 他就告訴我們 我洗完頭了姑姐 是很有趣的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想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人教他 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小朋友真的不懂 你要我洗頭 你要我洗頭 其實都要有人教我才行 所以最主要是有沒有人教呢? 你看回現在的家長 很多家長都是顧著工作 爸爸媽媽都工作 家裡只剩下一個工人 工人姐姐 不知言語方面 會不會溝通到 第二就是 工人姐姐會不會真的 那麼用心去教這個小朋友 怎樣洗頭 怎樣洗頭 等等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還有那個小鹿學生 接著訪問他的人說 我用姐姐放假 那你怎麼辦? 因為不用了 如果他放假放得久 我就去髮型屋洗頭 是完全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是這樣 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 以為有錢就可以了 我去髮型屋 我付錢 就可以解決了我的問題 因為確實又真的 看回現在的港鞋 很多都是身於比較中上的家庭 都挺有錢的 都有錢可以負擔請工人 所以你會發覺到 小朋友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依賴了工人 如果沒有工人的話 就有錢了 爸爸媽媽就會付錢 他就會拿些錢 出去幫自己解決一些問題 其實這個情況都會挺嚴重 其實這個問題 是不是都是源自於父母呢? 因為其實你都知道 現在香港很繁忙 生活步伐的急速 父母的工作時間非常之長 很多時候都是靠外傭去照顧小朋友 其實是否也有關係呢? 會的 一定會的 第一就是爸爸媽媽長時間工作 其實沒什麼時間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第二就是很多時候都交給工人 但是工人姐姐剛才我都說 真的未必可以這麼細心照顧小朋友 而第三個原因就是 因為可能現在的家庭 很多時候都是生一個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已經是金波羅 就會把他拒絕了 有很多的家務都不需要他做的 另外就是要他讀多些書 讀好些書 成績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除了成績之外 就是要參加很多的補習班 興趣班 這個就是家長望子成龍的心態 其實是很明顯會見到的 嗯嗯 而且也聽了一個訪問 那個訪問者會說 其實以前年代不同了 以前就一個照顧七個 現在就七個照顧一個 沒錯 所以形成那個金波羅 沒錯 絕對是七個照顧一個 你想想 萬千寵愛在一生 真的 除了爸爸媽媽還有工人 還有一些會有爺爺媽媽 愛祖父 愛婆等等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對於小朋友來說 是一些很豐富很豐富的資源 是人力的資源 可以支援到 可以支援到這個小朋友 基本上這個小朋友 基本上就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 要什麼有什麼 呼風喚雨 什麼都有 嗯嗯 還有現在都會經常聽到公主病 是 王子病 是 那是不是都是屬於港鞋的一種 絕對是 公主病 你想想一個公主是怎樣的 很多人照顧的 想要什麼有什麼 喜歡就不喜歡就發脾氣 喜歡就哄你 其實王子病都會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現在你會見到 那些港鞋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就是 我想要什麼就要什麼 我希望得到什麼 就會有什麼 其實現在王子公主就是這群的孩子 這群的港鞋 嗯嗯 還有呢 其實他們這麼輕易得到 例如對食物 玩具 各樣東西都不珍惜 絕對是 所以其實我看到其中一個港鞋 除了三低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不懂得珍惜 很浪費 不懂得感恩 識福 覺得所有得來的東西 都是很容易 是視之為理所當然 所以其實是 很多時候你會見到 他們不懂得珍惜一些東西 你會見到 買很多的玩具 不斷買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新衣服 很多的新衣服 很多的新鞋 但很多時候呢 再一兩次玩了 就丟 其實都會浪費 令到這個世界 其實都會越來越浪費 令到這個世界 越來越多廢物 其實也是破壞這個世界 其實我們現在常說 要環保 我們要愛惜資源 但現在小朋友 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真的做到 愛惜這個世界 愛惜這個地球 珍惜這個資源 其實大家都可以不妨想一想 怎樣可以幫助自己 或者幫助自己的小朋友 這個是一個社會上 將會面對 其實現在都面對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尤其是食物 千萬不要浪費 因為老一輩 好像我媽媽的年代 你們現在富裕了 其實好像我們那時候的年代 真的沒有一口好吃 完全有一顆糖 已經很開心 但是現在一顆糖 是滿足不了現在的小朋友 絕對是的 例如在學校裡面 那些學生可能會拿到100分 其實我們老師都會獎勵他們 但是我們獎任何東西 他們都似乎不太開心 我們獎文具 獎一些食物 他們似乎都覺得 這些東西我也有 都不需要老師去獎勵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頭痛 究竟獎什麼好呢 一個最理想的方法就是 讚美 一個鼓勵 一個肯定的眼神 一句祝福 或者一句讚美的說話 其實我想對學生來說 反而是更加好 過一些物質上的東西 嗯嗯 其實現在講一下 他們的家長 是不是因為太忙 多數都是會 你要什麼我給你 你成績好我給你 但是就會缺少了獎勵 溝通 讚美 那樣東西 絕對是 其實小朋友正正 就是需要的 就是一些鼓勵 一個支持 一個溝通 但現在很多小朋友 你會發覺回到家 其實對著的就是 四面牆 和一個工人 基本上他們沒有時間 或者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和父母 和父母去溝通 當他們想和父母 聊天的時候 其實都很少 可能晚上回到家 爸爸媽媽都很累了 然後想和小朋友去聊天 但小朋友又已經很累了 很睏了 明天才說 其實溝通越來越少 其實也導致到 很多小朋友的問題 的原因 嗯嗯 其實可能他表面上 物質很豐富 什麼都有 但可能內心並不是 那麼開心 嗯 絕對是 他們會覺得 其實爸爸媽媽 是不是疼愛我的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疑問 究竟爸爸媽媽 什麼時候會在我身邊 當我最有需要的時候 爸爸媽媽如果在我身邊 其實這個對小朋友是最好的 但是你會發覺到 當小朋友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爸爸媽媽永遠都不會在他身邊 他們可以做什麼 打電話 隨身會拿個手提電話出來 按給爸爸 爸爸媽媽媽 這樣 即是跟他們哭訴 但是爸爸媽媽在他身邊 其實對他 對這個小朋友 支持是最大的 幫忙也是最大的 嗯嗯 所以其實 何時何地也好 其實父母和自己之間的溝通 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 也減少了很多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或者紛爭 其實很多的家庭問題 其實往往都出現於 父母和子女缺乏一些溝通 和關懷 所以如果爸爸媽媽 能夠多一點時間 和小朋友一起聊天 溝通一下 其實小朋友的問題 相對也會減少很多 都會不會形成他們 如果少溝通的話 形成他們會有反叛的性格 會的 你會發覺到 其實當爸爸媽媽 很少和小朋友溝通的時候 那小朋友有些什麼不開心 他們找誰呢 他們自己就會自己搞定 例如找朋友 或者做一些不適當的行為 來發洩他們一些不開心的情緒 其實往往導致到 去到青少年期間 很多小朋友反叛 或者一些青少年問題行為 例如沉溺上網 一些吸毒等等 其實都會在這些問題出現 嗯嗯 但是呢 其實你覺不覺得 普遍現在說一下 他們的基本禮貌是少了 絕對是 因為其實他們比較自我中心的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 很多家庭 都是生一個小朋友 或者兩個小朋友 基本上他們 和人的溝通已經比較少了 加上如果爸爸媽媽 不能怎樣教的話 其實他們真的很願意自我中心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喜歡怎樣 爸爸媽媽都會給我的 基本上他們就會用自己 那一套的方式 來和別人相處 有時看到一些大人 他們真的不懂得叫 那可能他們都不知道 這是誰 那我為何要叫你 又或者 麻煩多謝 其實他們都很少說 因為他們覺得理所當然 我應該是有的 我應份的 所以其實他們都很少說 麻煩多謝 麻煩你 這些都很少說 其實我覺得是要以身作則 即作為父母 例如你見到一個長輩 要跟她說聲Hello Hello 姨媽 Hello 姑姐 其實這些是要父母 作為一個好榜樣 那些小朋友才會跟 如果不是 你父母不做的話 小朋友真的完全呆了 又不出聲又不成 絕對是 其實小朋友就是一張白紙 我們這樣說 這張白紙 你想它的色彩是怎樣 就要靠爸爸媽媽媽 靠這個家庭 靠我們這些成人 來怎樣去教養 來怎樣把這張白紙 變成一個很豐富的顏色 所以如果爸爸媽媽 都不以身作則去教導的話 其實小朋友的問題 真的會越來越大 好 我們暫時聊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繼續聊 我們要來經驟 臨場思念大師展言 就是我們2011全港思議大賽的口號 我希望你會來參加 2011全港思議大賽 臨場思念大師展言 快點登入Facebook HKMC2011 給個like 給多一點like 而我們的口號是 臨場思念大師展言 臨場試練大師展現 約定你了 每個地方各項各頁 你不用錯過 飲食適香味俱全 是否有足夠營養的 生活的壞習慣 怎樣健康 我們健康 吃甚麼才能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點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教你活得更健康 以前在電台 甚麼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訪問過 現在我準備了這間會客室 訪問我的一群好朋友 每集他們都會和大家 說說近況 聊聊心事 想知道如何享受優質生活 安期會客室 約定你 準時見 準時見 歡迎回來 MARVEL天地 我們繼續跟Fanny 說說港鞋問題 Fanny 是 我想說一下 其實你教學生涯中 有沒有遇過一些港童 其實近幾年 越來越多 一些港鞋 舉一些例子 例如他們沒有帶功課 他們會立即打電話給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你現在立即拿功課回來 不然我會給老師佛的 立即下去下部署帶電話 然後爸爸媽媽就會很快地 一天會分一個小時就會送回來 就會交回功課 很多時候小朋友都會這樣 另外他們其實不服輸的心態 會越來越嚴重 你會發覺到 例如當他們在課堂裡玩一些遊戲 輸了 他們會發脾氣 甚至乎會告訴其他同學 都是你 因為最壞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就會贏 其實他們是不會服輸的 另外就是 小息的時候 他們會很自我忠心 永遠都會跟同學有很多不同的衝突 因為他們要做事 另外吃飯 你看到他們訂飯 看到那些飯盒不喜歡吃的 丟 不吃 其實很多很多小朋友都會這樣 另外就是有一個經典的例子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吃西瓜 他就說 咦 為什麼西瓜有皮 原來他是不知道西瓜有皮 因為一直以來吃西瓜 是一個工人幫他撕皮 批肉 拿回紅色的肉給他吃 所以你會發覺到 現在小朋友就是這樣 西瓜有皮嗎 原來真的有這些小朋友的出現 所以我也聽過一個笑話 很多人都知道 香蕉是黃色 蘋果是紅色 但是他們說在港鞋心目中 其實他們兩樣東西都是白色的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工人姐姐 已經撕好皮 批好皮 切好給他們 是啊 所以他們不知道原來 原本的水果是這樣的 這個真的很奇怪 還有試過有一個 又是差不多小六 中一的學生 他煮臉 原來他連開包裝也不開 就這樣丟進去 這個真的很經典的說話 你會發覺到 因為他真的平時不需要做這件事 當我們要做的時候 他們真的不懂 對 對 其實這情況也挺令人擔憂 擔憂 尤其是將來 你想想當他們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們將會面對這個社會 你會發覺到 其實他們怎樣適應 去面對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有那麼多不同的人 那麼多不同的壓力給他們 他們可能不堪一擊 就會掉下來了 接受不了失敗 挫敗 因為其實可能自己一直在家 都是自我中心點 是很強的 每個人都疼自己 自己擁有所有東西 可能一下子遇到少許挫折 他們已經克服不了 做不了任何事情 不知道怎樣做 他們會很容易放棄 甚至乎可能想不開 可能會有些病 精神病 抑鬱症 甚至乎會自尋短見 我知道其實有些報道 都顯示 現在的年輕人 去面對一些挫敗感 其實挫敗和挫折 是比較弱的能力 其實是關於EQ EQ和AQ AQ就是抗疫的能力 其實如果在他成長過程中 他沒有什麼遇到挫折 有些什麼事 家長都會幫助他的話 其實到他長大了 出來這個社會 其實他永遠不會一帆風順 當他遇到少許挫折 他就很容易看不開 或者不知道怎樣處理 其實對於他的情緒會受困 另外可能會想一些不適當的方法 來解決一些問題 我也試過看過一篇報道 是一些很… 都算極端的例子 其實不止香港 因為外國都開始 越來越有這種風氣 有一個小朋友 男孩 長大後出來工作 爸爸媽媽會陪他一起見工 跟他一起商討人工問題 然後見完工 坐在他自己的公司位置 他會幫他報紙 幫他搬東西 其實已經是… 去到工作也要保護著他們 但其實對他們不是那麼好 當然絕對是 其實我又想問爸爸媽媽 究竟你可以在你的小朋友身邊 是多久的時間 你不可能永遠都是在你的小朋友 身邊一生一世 他總會有一些獨立的時間 如果你經常都幫著他 在他身邊的話 將來當你們不在的時候 那小朋友會怎樣 就不能夠生活了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都要學會放手 讓他們自己去自立 沒錯 如果你說要提高 小朋友抗疫的能力 其實家長就要第一步 要學會放手 反而是製造更多一些 一些逆境的機會給小朋友 讓他們試一下 小小的開始面對一些的習慣 面對一些的挫敗 例如很簡單 幫小朋友去參加一些的 廊重比賽 繪畫比賽 寫作比賽等等 其實輸贏不要緊的 最重要就是過程 讓小朋友習慣了 原來我輸了 其實不要緊的 我下一次繼續努力 我在這個比賽裡面 我學到很多東西 那得失不是太重要 最重要就是過程 以及你的心態是怎樣 有時其實這件事 除了小朋友之外 家長自己都要負責任 因為有時 可能小朋友參加一些比賽 或者密書 考試成績不行的時候 可能家長會很激動 你明白嗎 會 他會說 為何會這樣 一來就已經會罵 所以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都很不開心 絕對是 其實很多時候 小朋友都會告訴我們 我密書拿到九十幾分 回去告訴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就會第一句問他 為何那麼差 為何不是一百分 小朋友就會覺得 原來我拿九十幾分 九十六、九十七分 我不厲害 我一定要拿一百分 爸爸媽媽才會稱讚我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他會覺得原來我是不完美的 影響他的自尊心 自我的形象 其實對於小朋友 亦都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你會看到小朋友 會越來越不開心 你會看到現在的小朋友 現在的港鞋 好像表面上很開心 物質很豐富 但他們的內心其實是不開心 或者會比較空虛 會比較貧乏的 很多事情都會覺得 還有現在的家長 是不是都逐漸著重自己子女 可能飲食 或者是他們的讀書 厲害不厲害 考什麼公開比賽 有沒有獎項 反而最基本的 可能他們的禮貌 各方面其實已經忽略了 其實是的 很多家長都會有一個 望子成龍的心態 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可以 讀書厲害一點 將來做一個很好的職業 賺到很多錢 其實很多家長都會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很多家長 著重在小朋友的成績方面 但除了成績之外 還有很多事情都很重要 例如小朋友的得育 一些發展 另外他的情緒等等 其實對小朋友的成長 這些都會更加重要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真的要幫幫這個港鞋的話 家長其實是要負一個 很大的責任 你要幫這個小朋友 我真的覺得成績並不代表全部 最重要是自己的品行德行 一定要好 沒錯 因為讀多厲害的書都沒有用 連最簡單基本禮貌讓座 四個早晨 完全都不會做 不會說的 我覺得已經不好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 有多小朋友都是高分 大低能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成績很好 但很多能力方面 其實他是未必得的 不能夠符合到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其實你說 拿到很高分 讀書很厲害 那又怎樣呢 是不是代表著一切呢 將來他一定會成功呢 其實你會看到現在很多社會的例子 你都會發現到 最厲害的人 不一定是讀書厲害的 可能他們的EQ 他們的人際關係很好 他們能夠跟別人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那其實這一類人 其實反而是容易成功過一些 讀書厲害的人 嗯嗯 其實也發覺現在 就算越來越讀書厲害的人 反而真是你所說的 高分低能 是的 真的很奇怪 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多 越厲害 所以其實真的正如這個節目的題目 夠夠港鞋 其實真的要的 那怎樣去救港鞋呢 家長要負責任 要負全部的責任 另外可能是學校 社會 甚至乎小朋友自己 都需要負一些責任 來幫幫這個港鞋 希望他們不要再有那麼多的港鞋出現 但其實在於你的角度 你會怎樣幫他們呢 其實如果我作為一個老師 其實我會建議學校 在一些課程裡面 都加入一些例如自理能力 或者舉辦一些大型得育的活動 例如一些教齊功課 尊重別人 一些大型得育的計劃 希望透過這些活動來幫助小朋友 當然其實單是學校 其實不能夠幫助小朋友很多 也要是還有家庭的配合 社區的配合 甚至乎怎樣幫助小朋友 去認識到自己也有一些港鞋的問題 希望能夠幫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都很重要 還有我也看到 其實現在小學開始有一堂 是會教摺衣服和收拾包 是的 但我們以前不會有的 是的 其實現在學校普遍都會有一堂 叫做成長課或者得育課 在這一堂裡面 其實很多老師都會教小朋友 一些自理的能力 另外可能會跟他們說一些得育 禮貌方面 尊重別人 誠實等等 其實這些得育的一些問題 其實都希望能夠再加強多一點 會更加好 其實除了學校的努力之外 家長努力也很重要 那家長應該要怎樣做 家長最重要是要學會放手 其實就是知道自己很疼自己的小朋友 但也要多給他們一些機會獨立 例如可以給他們一些家務 教他們怎樣幫助小朋友做一些家務 例如最簡單的 清潔或者收拾桌等等 其實這些很重要 另外就是訓練小朋友 例如教他們怎樣去洗澡洗頭 或者扣樓、綁鞋帶 還有執書包 其實這個也很重要 你會發現很多小朋友都不懂執書包 或者他不執書包 其實家長也可以訓練 另外就是有空的時候 其實爸爸媽媽都可以帶小朋友 出去這個社區裡面 一起去做一些的義工 去感受一下 或者試一下去幫人 製造一些的機會給小朋友 去接觸多些不同的人 讓他認識到 原來這個世界上 都有很多人需要幫助 其實可以幫助他 建立這個責任感 其實也很重要 而且家長要放手 最基本的自己的治理能力 一定要做得如何 沒錯 絕對是 這是最基本的治理能力 自己都不能夠照顧自己 那怎麼辦呢 這是最基本要學習的東西 然後再去處理一些小小的家務 例如抹下桌子、摺下皮 沒錯 先從個人開始做起 個人做好之後就家庭 家庭再做好之後就去社區裡面 其實一層一層的幫助小朋友 我相信小朋友 一定是可以有改善 或者有進步的空間 明白了 很感謝Fanny 你抽時間 跟我聊天 OK 說了這麼多關於港鞋的問題 說這麼快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